大家好,我是老高 本期咱们来折腾一下贝瑞蒲公英X5 Pro企业路由器 去年2月份我们玩过使用贝瑞蒲公英X5和X1 通过SD-WAN实现硬件远程异地组网 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升级款X Pro 下面我们开始啦 首先来开个箱 保持蒲公英一贯的风格 牛K纸盒包装 电源12V,2A,24W 5.5×2.1DC源头 脚垫四个 地线接线鼻子一个 汽车机的路由器考虑的是周全 壁挂安装螺丝两颗 整理一下,先看一下外观 整体金属机壳 磨砂不易留指纹 中间有贝瑞的logo 左右两侧有大面积散热孔 通透,便于空气流通 前面板高亮 左侧指示灯右侧型号X5 Pro 与前代X5保持一致的造型 底部产品名牌标签 两个壁挂安装螺丝孔位 四个脚垫粘贴位置 环游侧有地线接线柱 比X5多一根天线 看一下接口 四个前找网口 烂衣可以切换为腕口 一个2.5G腕口 一个USB3.2A口 地线接口 Reset重置 DC电源口 看一下尺寸 长约24厘米 宽约15厘米 后约3.2厘米 电源宽约3.3 高约4.3 长约7.260厘米 机器重约1050克 整体的金属机壳还是比较重的 电源重约94克 看一下自带电源 空载代机功耗约0.15瓦左右 空载电压约12.15V标准 下面插上网线电源 我们先进入系统看一下 红灯闪烁 系统正在启动 启动完成亮绿灯 此时的代机功耗约56瓦 好 进入系统了 DHCP默认获得的IP地址是10.168.1.x的网段 使用浏览器打开1.1管理页面 等待系统出时化 设置WiFi密码 下一步 设置设备管理密码 等待系统配置网络完成 可以下载APP 方便查看网络状态和管理网络成员等 设置完成后 输入密码即可登陆 设备信息中可以看到SN固件版本 备份与恢复 工作模式重启 还原出厂等有用的信息 旁边有连接 可以方便的点击修改设置 保评 然后看网络信息 网口状态使用颜色来区分 蓝色表示腕 黄色表示腕口 下面有网口设置 可以修改为双腕模式 等级保存我们看一下 稍等网络重启 在网络设置中 可以看到有腕一和腕二 两个腕口了 会把腕一转化为腕二来使用 再看一下网络信息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腕一口 现在是没有插网线状态 它已经变成腕二了 页面上多了一个负载均衡 点击设置 可以分配两条接入的宽带 权重占比 下面有各条宽带的网络状态 双腕模式适合有两条宽带 接入的个人或者企业使用 我这里只有一条宽带 先回到单线模式 方便操作和演示 单线模式也可以根据 您的接入带宽 来选择是2.5G或者1G 中章信息 旁边有一键线素 方便个人或中小企业 对入网设备的管理 组网信息可以根据页面提示 轻松完成远程组网 下面网络设置里有上网设置 局域网 WiFi等设置 高级设置里有 端口映射 DMZ DHCP 静态路由等 可以根据需求设置 这里就不演示了 继续出厂自带721版固件 722版带来很多新功能 公网组网 多万 VLAN等 我们升级下固件看看 只需要点击立即更新即可 经过几分钟的等待 系统更新完成 目前的新版本是7.2稳定版 设备信息的下方 可以看到这增加了 桥接模式和路由模式的选择 双万变成了四万支持 也就是说 可以同时接入四条宽带了 注意LAN4只能作为LAN口 而不能转换为LAN口了 负载均衡设置 可以为这四条宽带设置 权重分配 在高级设置里 这可以设置NAT模式 增加了VLAN端口 可以按页面提示 做好位份 这里有使用帮助 往期视频我们做过两个 贝瑞硬件设备远程组网 这一次我们使用一个硬件设备 X5 Pro 加贝瑞软件客户端实现组网 第一步绑定账号 按照页面提示 先建立一个网络 点击硬件成员 硬件列表 添加硬件 名称自定E 比如我这用Home SMR可以键机器后面标签 也可以在系统信息里面这点小眼睛 然后会显示出来复制 粘贴SMR并点击确定 这样硬件端已经添加完成 组网的另一端 可以使用硬件 比如往期我们做过 X1小盒子 X5 本期我们做的是X5 Pro 这样都可以作为硬件客户端来组网 本期我们组网的对面客户端使用软件 点击下载 并将客户端安装至 要组网的设备当中 这里我们用远程桌面软件 连接到办公室的电脑 然后安装贝瑞蒲公英 双击修改安装位置 一路下一步直至完成 然后登录账号 软件显示 等待第二台设备登录 打开蒲公英的管理页面 成员列表里边 可以看到刚才已经登录的 这个蒲公英的照顾端 目前所在的网络 以及虚拟的IP等信息 点击异地组网 网络成员 添加成员 新硬件 把刚才的X5 Pro给添加到我们的现有的网络中 然后看一下 蒲公英的软件客户端显示 已经组网完成 在我的网络成员里面 可以看到后部这边 但是尚未连接成功 在管理平台 硬件列表 管理硬件 远程管理 这样可以进入路由器的 扑公英管理页面 然后点击智能组网 转发设置 WAN口入站 路由转发 这个给它打开 然后就可以访问 SDWAN中的成员了 P2P设置 这里是通过UDP 随机或者固定 关口来连接 SDWAN组网的 如果所在地区运营商 有PCDN或者其他服务 UDP监管控制 可能会影响正常组网 或者是访问异常 然后下一步是组网两端 路由器中设置静态列表 这台办公电脑的IP是6.12 在办公室的主路由上面 设置静态列表 目标地址是我家这边 所在的8.0这个地址段 所有访问8.0IP的地址 全部通过网关6.12 这台办公电脑来做出口 顺便这条静态地址 备注下 这是通过普工英客户端 来组网的 同样的 加这边的主路由里面 也要添加静态列表 目标地址是 办公室那边的6.0网段 网关是通过X5 Pro 作为出口 顺便给备注一下 最后一步 普工英管理平台 旁路由设置添加一下 系统会自动刷新出 所在的IP段 Home这边是8.0 然后添加成员组 启用状态 点击确认 即可 最后测试一下 组网的速度及稳定性 点击Home 可以看到目前连接的 类型是P2P 点击Ping 可以平通 加那边的虚拟网IP 也可以平通 Home那边的 居宇网IP8.1 在备瑞普工英管理平台上 可以看到 组网的成员列表 并且虚拟的IP 图标都已经点亮 表示联网成功 在X5 Pro 组网信息里 也可以看到成员的列表 在客户端 点击Home这边的 子设备 可以看到 连接Home 居宇网中的 连网设备 包括NAS路由 以及一些服务的 居宇网IP地址 意味着我们可以 直接输入 家里的居宇网IP地址 直接访问它 比如我们输入 8.29 这是家里 普工英X5 Pro的IP地址 可以看到 成功进入管理页面 下面测试下 联通和电信 组网后的1万ping 可以看到 最小16毫秒 最大33毫秒 平均20毫秒 优胞率约0.02% 还可以 然后直接输入 家里NAS的IP地址访问 拷费个文件试一下 从家里的NAS 拷费到 发工室的电脑 速度大概在 五六兆币每秒的样子 基本吃满 50兆上行带宽 然后再拷费NAS 办公室这边的上行带宽 只有30兆BPS 拷费速度下来 平均大概在 34兆币每秒的样子 也基本跑满 然后是访问 家里LibroSpeed 测试下 外部多元上传和下载的速度 最后用IPERF3 跑下打流测试 单线程上传下载 多线程上传下载 如上 Zirip供应企业路由器 X5 Pro 作为合格的X5升级版 2.5G网口 WiFi6 播半接入 智能组网更方便 除了硬件组网 还可以使用软件客户端 只需要 插设备键网络 加成源 摄镜态 开转发5部即可完成组网 期待更稳更快的组网速度 更多客户端 更大的优惠价格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您的关注订阅 点赞收藏转发 是对老高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